擦玻璃要擦得干净就得用到清洁用品 同样如果要清洗碗盘也会用到它 不过随着带来的瓶瓶罐罐 要怎么样才能减速守护环境呢 补充包推广使用就能重复利用容器 每一个补充包可以减少70%塑胶用量 而洗衣粉用纸汤匙取代塑胶汤匙 每年减少13.4顿塑胶垃圾 就能减少去四顿的碳排放量 年年前进校园教小朋友建立 做好家事习惯从小炸根之外 也让员工们卷起袖子到岸边浸滩 日商企业都是努力要从消费者角度出发 推动勇士 日用品产业中唯一在台设厂和研究所的日商 不但要在地制造 还要产品减速 展现对台湾土地的热爱 努力再创下一个60年 董事新闻 马恩凯夫嘉欣 柳英英在台湾报道